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在8月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 大家谈 我是平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两亿散户大军已撤离股市 这是否是信心崩溃的迹象 在另一方面 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这七国家 意大利有意退出该倡议 北京是否既丢面子也丢李子 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在进入今天的讨论前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8月1日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 起诉书指控他在2020年败选后 仍想继续掌权 因而故意散布谎言 称选举中存在足以影响 选举结果的舞弊行为 并称自己实际上赢得了选举 起诉书说特朗普明知这些说法是假的 但还是重复并广泛传播了这些言论 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一种强烈的 不信任和愤怒的氛围 侵蚀公众对选举管理的信心 特朗普前总统将于今日 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出庭应诉 他的竞选阵营此前已发表声明 批评司法部 称这些指控是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迫害 并称这是拜登家族和被武器化的司法部 试图干涉2024年总统选举的表现 如何解读这一历史性事件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分别是独立时评人 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 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 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听听郑旭光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是特朗普前总统 自从宣布加入2024年总统选举以来 受到的第三次刑事起诉了 那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美国内部的分歧很大 有人认为这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 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利用司法进行政治迫害 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 我当然认为这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为司法部的这个史密斯特别检察官 他也鼓励美国的人民去阅读这个他的起诉书的全文 我相信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职业性和他们的专业操守 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起诉有点过分了 对吧 就是我觉得让美国的民调来去讲话可能更好一点 就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呢 就是川普在共和党当中的这个得票率 是43%就非常低的了 那么另一个呢是德桑基斯 他实际上是和他的距离非常近 但是呢当这个第一次川普被起诉 就是关于那个成人电影女演员 暴风女这个收口费的时候的话 他这个支持率就一下子飙升到了50% 那么现在呢是民调 这是纽约时报 他所做的一个民调是54%的这个支持率 然后是德桑基斯只有现在17%落差达到了37%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差距 那么在中间派选民上来讲呢 在这一次之后就是两次起诉 那么看到呢他是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由这个 原来可能是支持拜登或者呢支持德桑基斯 转向了是支持川普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反过来的 但整体比例上来看的话 更多人开始支持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美国的选举 更多应该是比较这种政策 经济的这个外交的等等这些政策 而不是呢去通过这种起诉的方式 去打击对手 那么现在的这个约时报和 基耶纳学院的这个民调呢 是对拜登和川普 他们两个的这种如果现在投票 大概是43比43 也就是说川普是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这个拉了上来 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一种民意 也就是说在他们来看呢 你第一个对于整个的这种竞选 应该是看这种政策 对吧 第二个来讲呢 目前所提出来的所有的这些证据 看起来都不太毒 就是认为是御家之罪 他们把它叫做空心汉堡 就是里边没有肉 对吧 所以属于这种 就像暴风雨的那个起诉一样 它30多次都是在讲说如何处理财务问题 你把它下到这个法律费里边 你还是非得单独叫 它就叫这个封口费 这个东西是这么一个 而且30多次全部是一个内容 结果你说它起诉了它30多次 然后叠加它多少多少年 这东西就很奇怪 那么第二次 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这个反对一方的话 认为说你起诉他说串谋 欺骗美国 那么在他来看说 那组织力量去汇集这种证据 证明说它是一个这种 有大规模舞弊 那么这不是一种 合法的一种维权形式吗 第二个就是说 他起诉说串谋防海官方程序 防海和企图防海官方程序 那么反方就认为说 再有大批量的这个证据 证明存在这种选举 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要求这个国会和州议会 去拒绝这样的选举人票 难道它不是个正常程序吗 还有呢是说 串谋侵害权利 那么反方就认为说 他揭露了这个 这种舞弊 那么他欺败了谁的权利呢 他自己还有这个 7600万的美国的这个民众 还有美国的司法体制 那不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不成为他们 他们才是最大的 这样一个受害者吗 所以这时我们看到 就是作为一些认为说 法律和公正这个角度的那些人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关于一个司法解释 就是说作为副总统在最后 国会的这个唱票的时候 他到底呢是一个礼儀性的 还是说他拥有呢是决定哪些选举人票 应该是被计算在内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权利 和唯一的这种作量权 在这个里边 他认为这是个法律的一个 争议的问题 秦鹏先生刚才提出了 在这个案子当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争议点 他质疑的地方 那我想听听这个郑勋光先生 对于刚才秦鹏先生说到这一点 有没有想要回应的 我觉得很无力 因为这些秦鹏先生提的这些话题呢 实际上从2020大选结束以来 因为我参与很多这个节目的录制 反复遇到此类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 一方面来讲是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一遍一遍的成绩 他一遍一遍提出 那我只能从形式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来讲 川普总统所说的大选舞弊 到现在他仍然坚持 2020的大选 有决定性的舞弊 实际上应该他是胜者 这是他坚持的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呢 他所在这个大选之后提出来的 六十余项司法诉讼 只有一两项 一种非常肢结性的 这个他是胜诉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观察团 这个投票的观察团的这个距离 离这个票箱的距离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有疫情嘛 可能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要调整之外 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进展 那么基于我对美国司法制度 美国人民 美国陪审团 这些人的这种正直 他们的一致一致一致的信赖 我当然认为川普散布的 所谓大选有决定性的舞弊 他应该是胜者 绝对这个是纯粹的政治上的谣言 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过硬的司法依据的 这个已经由60多场这个诉讼已经决定了 另外一个呢 这一次司法部广泛的进行了调查 包括这个众院的两党的 这个1月6号的事件调查委员会 那么这个最近呢 应该已经有上百名吧 百名以上的这个1月6号的国会冲击事件中的 这个违法肇事者 已经被进入司法程序 有的已经公开判决了 那么作为这个意图的主要责任人 就是川普前总统 他鼓动大家到这个国会去 那实际上就造成一个冲击这个正常的立法程序 这不是请愿 如果请愿你是在这个国会之外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冲进国会 要这个捉住这个副总统 要绞死彭斯 要到处搜寻议长 这是标准的 我怎么讲 如果说按我们通常理解 这是国事犯罪 这是冲击美国的宪政制度 那么在美国在历史上 只有第一次 应该算是英国军队 也就是加拿大军队 冲击国会 这是成功了的 那么这一次也可以说 也冲散了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个议程 认证总统大选的议程 而这个总统大选的议程 是美国50周人民 这个共同意志的一个行程 不是可以由川普 或者川普的这个副总统 就是这个当时的现任总统 可以自由决定的 或者说彭斯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处理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理性的 如果说他不拒绝旅行 或者说以一种其他的方式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话 众院完全可以选这个 让多数党的领袖来执行 或者参院的 这个是一个细节问题 我记得不太清楚 就是有这个参院的 多数党领袖 或者来执行这件事情 那么非常清楚 彭斯自己的表达也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应该是这个 效忠宪法 而不效忠每个人 应该为国家 而不是为了每个人 某个人 这是非常清楚 我觉得 秦鹏先生应该这个 站在彭斯总统的角度 一个资深的共和党保守派 一个效忠宪法 一个这个人品上 要比川普强 十倍到一百倍的人 他的证词 谢谢 这件事情当中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 司法的争议点 也是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 我们进一步来谈谈这件事情 这个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美国政治 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候 因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临近了 那刚才秦鹏先生也提到 目前的民调 拜登跟特朗普的支持率 是非常接近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郑先生 您觉得这次对于 特朗普前总统的起诉 对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对川普总统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对他的起诉 让这个他在党内的这个基本盘 以及这个只站在党派立场 考虑问题的人 一下子涌向他 削弱了德桑迪斯的这个选票 应该说我看到的他的民调 党内的民调支持率是54% 像彭斯只有3% 因为非常清楚 这些投票者 他们不是要选一个道德上过硬的总统 而是要政治上表达他们诉求的总统 这个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是在党内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另外一个呢 我们不要忘了 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各自的铁盘 只认政党立场 或者只认政党的这个政策取向立场之外 还有一批20%左右或者更少 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政治的极化 中间派在迅速减少 那么还有 我觉得起码有10% 10%到30%这个很大的范畴 就是中间派 他们党派立场不清晰 不忠诚 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 会看这个 这个总统的 我怎么讲 刚才讲的叫人品 就是彭斯和拜登之间 彭斯和这个川普之间 他们就有可能会投彭斯 但是他们不是共和党员 就是我们知道 即使在共和党内部 也有一批叫never川普 有一部分是always川普 永远投川普 但也有一些人永远不投川普 如果说川普是当选 他们就会去投拜登 这跟民主党曾经 2012的时候 也有这种 因为德桑蒂斯败选 他们就投了川普 那么一些就是 非常极端的一些人 当然他这角度立场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觉得 对川普的这个形势起诉 特别是两次 由史密斯特别简大官提起的 这个联邦刑事起诉 牵扯到美国的政治根基的问题 我想对中间派 不是那么关注政党战队的人来讲 他们会从一个谨慎原则出发 如果你共和党推川普 他万万不会投川普 是 刚刚郑君光先生提到 这个案子涉及到 美国的政治根基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恰恰认为起诉特朗普 也触动了这个美国的政治根基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历史上是没有 刑诉前总统的案例的 那如今特朗普 作为一位前总统连遭刑诉 所以秦鹏先生 您觉得这个对于 美国的政治生态 是否会有影响 我觉得对于美国的 民主的根基政治的生态 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倒不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的 这个250年 它一直是在这种激烈状状 对状中进行的 有时候其实也很激烈 历史上也有几次 在关于选举方面 争议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讲说 事实是越变越明 那么在法律和事实面前的话 它有最终的一个结果 而且就跟一波浪潮一样 它过去之后 美国的整个的这种东西 它好的东西 它还是会进行沉淀 它有一些事情 它也就会像波浪一样过去 当然它对民主制度 本身不会有影响 但对于未来的大选 我倒相信会有影响 因为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我跟曾经先生 汪先生不太一样 我的观察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 可能会反过来 去投川普 因为事实厘清之后 加上说 川普的这种对经济 对其他方面的 很多这种政策 他会更认为说 这种比拜登的 对经济的这种管理能力要好 还有就是关于美国 它还有一个这种特殊的文化 清教徒的文化 因为它当年是在 欧洲受到迫害之后 到了美洲 然后建立了这么 美国一个强大的 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它有一种 悲剧 崇拜悲剧英雄 这种情节 所以反过来讲的话 可能有利于它的一个大选 另外呢 当然这个大选之后 是不是会有 可能会有更重要的 一个法律情节 等等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 这个反而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会增加了 美国的这种 民主的任性 是 说到民主的任性 其实每次 特朗普前总统被起诉 中国的媒体 都会大肆地报道 有一个惯用的说法 就是说 刑诉特朗普 撕下了美国司法独立的 遮羞布 郑徐光先生 您怎么看待 中国借机来批评 美国的制度 那中国的媒体 在谈论美国的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不敢 再往前 再多追问一步 那到底什么 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 什么是政治迫害 如果我们结合 最近秦刚的事情来看 您觉得中国 对美国的批评 是否让自己 更加尴尬呢 中国有一句话叫 这个 五十笑一百 那么在 这个 你刚才说的是 叫一百笑五十 从形式上来看 是这样的 起码中国的这个媒体 不敢公然地 否认 司法独立的 这个原则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现象 因为中国事实上 是没有司法独立的 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 进行这个 公检法和国监委系统的 统一的指挥的 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 那更是急于一身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即使在中国的媒体中间 他们还得把 司法独立 作为一个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只不过美国标榜自己 司法独立 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他批评这个 任何人都有资格 但是呢 就是要谨防一点 那么你在批评别人的同时 也会把这个目光 吸引到自己身上 那你看 那在中国就是完全没有 司法独立的影子 会造成大家 有这么一个印象 另外一个呢 我刚才听到 这个秦鹏先生的 这个回应吧 我是感觉美国的 这个200年 立国以来 变化已经非常非常大 立国的时候 还有奴隶制 还有种 之后 这个50年代 还有种族隔离 所以美国的变化非常大 我觉得美国的这种 任性 我是承认的 它基于这种联邦制 基于这种 三权分立 基于这种 代役制 它有非常强的任性 那么我们也知道 美国历史上 曾经为了废奴 有这个 所谓的国内的战争 南北战争 这个南美战争的死亡 可能超过美国 对外战争的死亡的总和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任性的代价 我秦鹏先生还是要考虑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所谓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法律 是不禁止囚犯 当选总统的 所以我也看到 秦鹏山提到 这个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也有一篇文章 美国有可能出现一个 在这个监狱里头 履行总统职责的总统 那么他觉得 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我倒不觉得 是悲哀的事情 如果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恰恰说明 美国人民的这种 在这种宽容 在这种自由度上来讲 达到了这个世界各国 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 这个不能简单的说 是美国人民 还有美国这种 政治体制的任性 谢谢 秦鹏先生 您在这个问题上 有怎样的思考 您觉得民主社会的 很多自我反思 怎么才能不被 威权政府所利用呢 我觉得对中共来说的话 你无论如何做 如何好 它也一定会攻击的 对吧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 这种宣传教育是什么呢 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 其他这些国家的人民 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对吧 那个时候中国穷的 连一个这种 不戴补丁的裤子都没有的话 还在那去喊的说 要拯救全世界 你无论如何做得好 都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党媒 也天天宣传说 美国 英国 德国 等等这些国家 有三分之一 七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人的话呢 是饿的 吃不上饭 对吧 所以他就是 当你越多越好的话 他也一定会这么去攻击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这属于 他不叫反 不乱咬人的话呢 你反而是觉得 他不正常 对吧 因为他就是那样一个德性 但我倒想起来呢 就是美国的肯尼迪总统 在这个 柏林墙下的一个演讲 他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自由有许多困难 民主并非完美 然而我们从未建立堵墙 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不准许他们离开我们 那中共在建网络防火墙 要好还是说 现在禁止这个 人民会议会议 或者离开润 对吧 还是说他所鼓吹的 这个全过程民主 或者呢 他所鼓吹的这种 人类民营共同体 也就是说要掠夺 加上奴役全世界 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 反人类 反民主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我觉得这个上来讲的话 我也希望更多的观众的话 去来去看我们 美国之音的这样的节目 更多的去了解事实 而不是呢 去听中共的一边倒的去 当然是鼓吹或者是抹黑 某些特定的事实 或者国家吧 好的 非常感谢 郑旭光先生和秦鹏先生 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进入 今天的话题讨论 华尔街日报在8月1日 发表了一篇名为 中国散户信心崩溃 A股市场恐难翻身的文章 文章称中国股市自去年以来的表现 让散户有一种绝望之感 两亿散户大军已撤离股市 这对A股市场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继续爆出糟糕的数据 7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为49.3 连续第四个月低于50 表明经济活动 持续处于萎缩状态 中国经济现状如何作用于股市 股民们是否真的信心崩溃 北京罕见提出 要活跃资本市场 但投资者是否买账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独立时评人 虚光时评主持人 郑虚光先生 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 再次欢迎二位 我们看到去年 中国的股市确实跌得很惨 上证指数年跌15.13% 生成值累计下跌了25.85% 创业版更是下跌了29.37% 那在防疫放开之后 市场在初期是有一波上涨 但是到了三月份以后 就开始震荡下行 今年迄今为止 中国股市的涨幅 也远远低于像美国 日本 韩国这些国家的主要股指 郑虚光先生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投资者现在主要在担心什么 中国现在的 您刚才讲 去年的股市跌了15% 可能大家已经比较习惯 中国现在的股市的震荡 如果回到2008年看 2008年中国股市是跌了70% 那么更早可能也有反复的跌宕 中国这个股市可以说时间非常短 时间非常短 如果按照邓小平当时的说法 可以试一试吗 如果说不行的话 可以关掉 那么你可以想象 大家现在讨论中国股市的这种场景 背景 这种预期已经大不相同了 因为毕竟中国这个经济体量 已经达到了一个 可以说中国的这个股市 必须从某种角度上 来反映中国的经济时态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中国股市很麻烦 它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这种 机制转换和经营困难的 帮他们融资 帮他们体制转换的 那么政治性目的性非常非常之强 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散户退出 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 那么世界各国 大国里头没有中国这个散户 如此之集中 如此之活跃的这种股市市场 股票市场 那么他们退出也是 交给一些理财产品 交给一些基金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因为从短期来讲 很多散户觉得自己很能赚钱 但是以五年十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看 那基金经理跑 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 跑过所有的散户 这是一个常态 那么作为散户呢 我想呢 这种赌博行为可以少一些 这个不是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中国经济 今年出现的这个复苏乏力 提振乏力呢 是超出了这个国内外的经济学界的预期的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考虑进来 比如说世界这个几大国啊 就是发达国家 欧美日这些国家呢 在尤其是欧美啊 尤其是欧美 在疫情期间啊 它是扩张了火币政策 那么疫情之后 它进入紧缩 这造成整个亚洲啊 那么中国是非常大的一块 它的出口是萎缩状态啊 这上半年了以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让欧美企业啊 尤其是中小企业啊 是近若寒蝉 非常后怕 所以他们做两手准备 就所谓多元化的避风险的动作 再者啊 中美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啊 到全面的新冷战的这个态势 也让这个各国的企业家啊 觉得啊 中国这个 国际环境 投资环境啊 不会再一去不复返了 可以这样讲 一去不复返了 大家经常说到新冷战这个词 我的看法 新冷战啊 早已经开打了 现在是如火如荼之中 它和旧冷战唯一的差别 就是说 中国还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啊 占有很大的体量 而旧冷战是几乎是两个体系在运行 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股市 它会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和国际市场 就是不能说背离 而是慢慢的隔开的另外一个系统 我们可能需要观察这个方向 秦鹏先生 您觉得中国的股市 如果跟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隔开的系统啊 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大量的散户撤离股市 开始越来越多的把钱投入到 像货币市场基金啊 保险产品啊 或者是干脆就存在银行账户里 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一种 就是说中国散户 现在它的这个风险偏好 在明显转弱这样的一种心态 这一种风险偏好的改变 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这些反户大规模的撤离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直接的这种收益原因 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的半年当中的话呢 全球的这个主要的股市都在上涨 那么比如纳斯达克它上涨了大概31.7% 全球整体来讲的话 它上涨了10% 日经呢是上涨了27% 而中国呢是跌了上证 是跌了3.6% 所以这个看出来的话 其实整个它当然就会去逃跑 对吧 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表面原因 更深层原因来讲呢 它其实是看到了说 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暗淡的 所以下半年 对以后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不看好的 那因为整个现在中国进入了这种衰退状态 那么这个还不仅仅是说是投资 或者是付出乏力的一个问题 这一点上来讲呢 基本上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中国的这个民间 达成了一个共识 虽然大家有的时候不直接说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止损就是变了一个更安全的这种投资渠道 或者干脆就不投资 赏平就变成了一个无奈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很多人就把它投到货币基金 或者呢是保险产品 或者干脆存到银行当中去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我想的话是因为有些人其实是因为失业 或者房子或者其他等等原因的话 其实是没钱了 所以呢要从股市场去撤离资本 然后呢去保家卫国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整体来讲 中国的股市如果和世界在进一步的去脱离之后 那么外来的资本会减少 外来的这种投资也会减少 会导致呢 中国的这样一个股市会越来越萎缩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就会变成一盘分水 进一步的话呢 主要是这些基金 或者是国有的一些资本 在里边去倒腾 而大量的散户的话离开 那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刚才郑区光也提到了说 中共当局当时建立股市的时候 它有一个核心的目标 是给大中型的国有企业 就是要做脱困 还有一个目标其实是呢 给这个国有银行 因为中国银行主要就是这个 中国政府在掌控嘛 给国有银行呢 是减少烂账 那么我听内部人讲过 当年的这个烂账来讲的话 差不多又接近40% 所以后来靠整个经济发展 靠这种股市融资 两种等的话救了银行 当然到后来呢 我们看到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 各类权贵 对吧 去分肥 去瓜分整个 有太利益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种博弈场 那么而里边的基金也好 政策的执行人也好 各种利益集团也好的话 他们其实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 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到直接中国政策的政策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它是不如一个赌场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是这个吴敬莲老先生说的 他说中国的股市它不如一个赌场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大家这个散户逃离这样的一个 不如赌场的赌场的话 我倒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二位都提到了散户撤离股市 对于散户对于股市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那对于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京现在真的想让散户撤吗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是高调的进入股市 每天在分享他在股市上的营收等等 有网友就认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目的就是要忽悠更多的散户进场去当韭菜 郑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一般做散户的人都是自信性特别强的人 对于胡锡进来讲 我觉得他们胡锡进带动不了这些 这些人都是按北京话来讲都是老家巧 都是非常这个久经战阵的 这个不会胡锡进不会得很带动作用 我倒担心胡锡进是偷击不成反十八米 他是真心的可能受了某些人的忽悠 要拿自家钱来朝底来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散户心理 另外一个我刚才提到新冷战正在如火逐突的进行 就是一个总的特征就是脱钩脱钩脱钩 去中国化和多元化的资金配置 那么中国的资金也要往国外配置 这是你个人散户可能做不到的 你就要跟着大资金去走 这个机会可能还是有 刚才秦蓬先生讲 如果说你搭上了这个在权贵 在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操作过程中间 你跟大户跟主力你还能跟上 当然这也是一种神话故事 当然理论上也不否定这种可能性 就是我说呢 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个股市 在这种新冷战的背景下 一方面外国资本撤离 第二个呢就是民间资本流失 就实业资本 他会到东南亚去投资干什么的 那这他的这个实体的外流 也会造成中国股市 所能够吸纳的上市资源 或者资源本身的这种 这种价值的转移 我想呢就是在新冷战时期 中国股市我觉得可能会表现出 新的一些性质特点 需要观察 我们看到7月24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下半年 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提出 要活跃资本市场 秦峰先生您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 要救股市的迹象吗 我认为是 它的三个目标就是说 要增加这个股民的去投资 包括了吸引外来的投资 第二个来讲呢 它是要促进这种消费 因为股市它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分配机 对吧 当你的这个股市市值上来讲 增加了很多的时候 你就敢去交费 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它要进一步的通过 营造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经济环境 然后促进整个国内外的 对中国经济的所谓的信心 但是呢 我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不看好的 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 现在呢 是缺乏信心 缺乏整个经济本身 是在进入一个摔退的状态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不去改变本质 就经济本质 去把这个企业做起来 把这个经济整体做起来 一直在这个股市上去下功夫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这样去做的时候的话 它只能去干什么呢 只能去做垃圾标 就所谓的 它去操作一些股 中全股 然后呢 把这些股票的 这个指数给拉起来 它对整个股市 甚至都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真正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讲 其实还是一种 骗韭菜 割韭菜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 拉动价格 但是不拉动价值 这个是中国 这个资本市场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关于 要不要救股市 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一派认为要救 救股市才能救消费 因为要让人们有钱花 另一派认为 不应该救股市 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 副作用很大的经济刺激 郑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心不在焉 对于股市的这种涨跌 他们已经没有余力去照顾了 第一个来讲呢 就说几句空话是可以的 第一个来讲呢 目前在2023中国 最危急的是三件事 一个房地产爆雷 一个是地方债 地方政府债爆雷 第三个中小银行爆雷 这三个都是相互依存的 就是因为这种银行是 它的优质带户是房贷和地方政府 而这两块都存在这种爆雷 我们知道这个恒大 八千亿 两年亏了八千亿 那么这么一个 只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所以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是房地产爆雷 以及其他两个雷 今年要爆 另外一个 他们也担心的这个青年就业率 只有 现在呢 不是只有 是高企 最保守的统计在20%以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直接影响到中共的统治的根基 会不会引发新一波的这种 青年为主的白纸运动 这是他们关注的 你股市就像08年 你跌70% 实际上对政局的影响并不大 并不大 那么再者呢 就是我看到啊 昨天的一个 一个这个财政部啊 财政部和税务局发的一个通知 就是这个对于中小微企业的 这个税收的优惠政策 要延续到2027年底 这就是要覆盖整个李强的 这个任期的 就是你能看出来 李强他心所在的 就是说小微企业 能够解决就业 能够解决就业 他的心思在 第一个防金融爆雷 第二个防止这个社会 社会动荡 他要这个支持就业 这是他最关心的 是 郑聚光先生刚才提到了 北京对于救市啊 可以说是心不在焉 那还有一些人认为 就算现在北京想救 他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来了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信心的崩溃 他会形成一种黑洞效应 就是再多的政策 再多的流动性砸进去 其实都没有用 秦鹏先生 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确实是 现在我们看到 中共东央的话 推出来这个31条 就是树立民企业信心 还有20条 这个资金消费的 这样的一些政策等等的 但是呢 对于民间来讲 基本上大家都认为 你在吹喇叭 对吧 你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 但全部是喇叭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都不相信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要去树立信心 怎么办呢 其实核心问题 还是得拿一些真金白银出来 还得呢 就是说对中共来说 要真正的去在经济方面 在政治体制 在这个结构方面的话 进行改革 否则的话 没人再去相信它 因为你严重的去伤害了 整个民企 民间 还有呢 整个外国的投资 外国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信心 大家不会再相信你 除非你做出一些 非常实质性的改变 比如说为民企来讲的话 为什么民企那么难 是因为你的这个政府 在给民企 知道各种各样的麻烦 对吧 是因为你国际民粹 给整个的这个中国的 这种民营企业的 这样一个经营环境 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来说民间消费来讲的话 你要是去增加它的信心 当然你要把经济搞起来 你光吹喇叭就没有用的 对吧 而且呢 在各种政策方面的话 不要来反反复复的 来去捞大饼 否则的话 那谁还敢相信你呢 对外国的这种企业 或者这种政府来讲 那你要去兑现 就是加入WTO时候的 44条承诺 原来的时候 你只在那儿去吹牛 说我要去兑现 但结果只兑现了22条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如果不做 对吧 不给这个企业 平等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他还会相信你 你的政府和国营企业 在整个的这种经济体系里边 占据超然的一个位置 那么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它怎么可以 第一步的去发展呢 还有呢 当然对中共来说 你要去改变 不要去打台湾 对吧 放弃呢 你扩张到全球的 这样一个政治野心 否则的话 那么它怎么可能 大家会把这个钱 投到一个战场上去呢 所以这些根子上来讲 其实都触及到 中共的这种集团的利益 还有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 政治旗帜的 或者政治的 这样一个战略 等等问题 所以你要不改革 那些 其实是完全没有 任何价值的 好的 非常感谢秦鹏先生 和郑许光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 带给我们的分析 嘉宾在节目中 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 我们将探讨 意大利欲退出 一带一路 是否令北京 颜面尽失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 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 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 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 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在8月3日 为您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 我是平章 也欢迎观众朋友 我们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与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意大利国防部长 克罗塞托 近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四年前 意大利政府加入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 是草率的 鲁莽的 意大利需要在 不伤害对华关系的情况下 退出该倡议 意大利是首个 加入一带一路的 这七国家 如今为何想要退出 如果意大利真的退出 将对北京的全球叙事 产生多大打击 一带一路是否正在成为 习近平的又一个烂尾工程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旭光视频主持人 郑旭光先生 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 秦鹏先生 再次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请秦鹏先生 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意大利到底为什么 想要退出一带一路 那意大利对于一带一路的不满 在这个所有的一带一路 国家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意大利退出这个一带一路 它有多方面的考量 一个是这种经济方面 就是加入一带一路的 这样一个政策 并没有给意大利带来 很好的一个经济的这种承诺 因为中共当时也做了 很多这样的一个前景的描绘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 从出国角度来讲 我们看意大利是 从2019年的131欧元 出口到中国 它到去年也不过才164亿欧元 涨幅不大 但同期的话 中国出口到意大利的 确实是317亿美元 暴增到575亿美元 所以受贿的主要是中国 而同属欧元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像法国 德国 他们有加入一带一路 但是却获得了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出口的增长 那么从投资角度来讲 也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2019年的时候 就是中共对意大利 有很比较大比的投资 但是后来就急剧的衰退 到这个2020年的话 就衰退到了2000万美元 到2021年 花到3000万美元 所以这样一个 所以而国投资 就19亿和18亿 还有是来自于这种 盟友的政治压力 比如像华盛顿 还有欧盟这边 包括法国马克龙 也批评说 中共的一带一路 实际上是在把各个国家 变成中共的附庸国 那么第三个原因 是来自于俄乌战争的影响 因为它急剧的恶化了 就是中共和欧洲的关系 那么也让 就是意大利 在去反思 比如它一带一路里面 涉及到了一些 关键基础设施 那么包括叫做 迪利亚斯特港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就担心说 千万不能让它 落入到中共的这个手里边 否则的话 就会像俄乌战争当中一样的话 那么它的很多港口 会受到这种严重的影响 那么第四个原因 是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签署了 一个政治协议 它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协议 它在里边大搞这种信息战 比如是我们看到 这个大瘟疫之后 那么意大利和全世界一样 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损失 但是中共的话 却趁机去进行这种宣传 把它的这种病毒起源 变成了一个拯救其他国家的 这样一个救世主 这一点上让这个意大利 整个社会来讲 也是相当的不满 而且呢 因为它都鼓吹了很多 是远助给意大利的 很多这种防疫的用品 对吧 实际上是意大利人 自己掏钱买的 那么种种原因 最后导致呢 说整个意大利认为说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一带一路下边 我干嘛要还继续和你去合作呢 我干脆退出来 对吧 和这个德国法国一样 进行这种 协议方面的一个合作 那就足够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它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还记得 中意的一带一路协议 是习近平在19年 访问意大利期间签订的 而且意大利也是唯一一个 加入了一带一路的这期国家 刚才秦鸵先生也说到 中国曾经是用此大作文章 自从意大利有意退出的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也派出了多路人马 去意大利进行游说 郑秦鸵先生 您觉得中国 为什么很在乎这件事情 如果意大利真的退出 会对北京的 这个一带一路战略 产生多大的打击 最主要是政治考虑和军事考虑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质疑者是意大利的国防部长 那么对于中美关系 这个经贸关系全面结合 质疑者也是美国的所谓鹰派 就是军情人士 他们是有这种出身的 比如说美国的蓬佩奥 加拉格尔 博明这些人 他都是从国家安全考虑 质疑这种经济上的措施 我们知道所有的贸易 不管是出超入超 它的贸易都是双面获益的 但是呢 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 却是此消彼长的 这个是一般的着重于 从经济问题角度看问题的人 容易忽略掉的 你比如说从耶伦的角度 那他就是忽利的 但是从加拉格尔的角度 这地缘政治的消长是不一致的 那么从这个意大利的角度来讲 中国最看重的 它是意大利是G7国家 这是在G7这个协议里头 体制里头扎了一个钉子 那么从经贸措施案来讲 我们看到过去三四年 三四年从意大利进入 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协议以来 它的出口增长了26% 对中国 中国对它增加了51% 似乎它很吃亏 我不认为这是吃亏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欧洲和美国 整个欧盟也是这么一个态势 甚至可能更甚 欧盟在疫情期间 对华的这个贸易逆差 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 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期 所造成的 我觉得呢 意大利人最主要的考虑 是政治后果 政治后果就是说 避免欧盟在这个俄乌战争中间 那种尴尬的战队的问题 现在呢 因为和俄罗斯 基本上也就处于经济脱钩 我们看到 德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态度 有的时候比英美还要强硬 这就是因为 你前期的经济上的依赖性 产生了太强的依赖性 那么欧盟国家考虑他们对中国 也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中国未来在台湾 这个入侵台湾 那有可能 他们因为和中国有极强的 这种经贸投资关系 也会受到政治上的这种被动的影响 当然经济上来讲呢 不是没有道理 譬如说 近了一带一路 意大利也没有得到 比德国更多的投资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 就中国要对德投资 实际上我们看到 去年对德投资 是超过德国对中国投资的 就中国可以给意大利投资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悖论的事情 譬如说 贸易逆差 是要用投资来弥补的 但是呢 中国看中的资产 你是不愿意让它介入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 譬如说 中美的贸易逆差 那么农产品 这个是解决不了 这个贸易逆差问题的 那么中国看好的 是你的军工技术 高技术 和你的军火 你又不会给它 所以这是一个 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自由贸易框架下 是没法解决的 那么欧洲 我觉得和中国面对的 也是这个问题 当然了 我回到这个原始的一个出发点 我认为由国防部长提出来 这个非常清晰 就是一带一路 严重的影响到的意大利 在当前新冷战的情况下 在G7国家中的地位 在整个西方世界 它是发达世界 它是备受质疑和指责的 那么经济上的好处 也没那么大 是 所以意大利更多的看到了 一带一路 所带给它的这个政治上 和安全上的包袱 但是意大利内部 曾经有很多人担心说 如果真的退出一带一路 会遭到中国的报复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 是主张退出的声音 是明显占据了主流 所以秦鹏先生 您觉得这是不是也说明 欧洲国家对于 反抗中国的经济胁迫 其实是底气更足了呢 这种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您的看法 确实是 现在的话全球性的 对中共来说 就是有了更多的 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 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 对抗和围剿中共的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那么就是意大利这次呢 就是更强的要去 推出一带一路 对抗的原因呢 我想的话 第一个就是这种价值观 更加占据了上风 就是过去可能更多考虑经济利益 但现在不同了 认识到了中共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这是他们的描述 但我认为它 某种意义上 就是认为是中共 它是一个敌人 这一点上在 其他的国家跟中国 是经济来亡非常密切的国家 包括德国 法国 也在发生这种 根本性的一个转变 那么第二个呢 是冲突的一个必然性 大家认识到了 既然你成为一个战略对手 那么必然将来 很可能会发生战争 会发生呢 比如说你打台湾 大家要去制裁你 等等 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要去 适度的去脱钩 当然了 它不叫脱钩 叫做去风险化 那么第三个来讲呢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意大利现在 确实是要退出 但是中共的话呢 却有点很有意思 就是它不太敢声张 因为它很害怕呢 其他的国家 去引起这种失败效应 说到中共 现在不太敢声张 现在有消息传出说 这个意大利会退出 一带一路 但是会跟中国 再签一些双边的 经贸协议 那么我们有一位 叫做Stone的 这个推特网友说 意大利到底是真退 还是想捞更大的好处呢 只要它肯坐下来谈 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 让意大利留下来 无论退或不退 结果都是一带一路 这一带会绕在 中国的脖子上 让中国踏上不亏路 所以郑熙光先生 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就是说一带一路 其实它是会捆绑住 中国自己的 您怎么看 如果说在原有的经贸体系 中国政府 它不十足改变 既有的规则的话 那一带一路 可以不停地迭代更新 把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取掉 加入合理优化 和欧美进行合作 那么现在 因为在新冷战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 极可能成为一个白象工程 就是耗资巨大 最后终于烂尾 可能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最近的国际的战情变化非常大 欧盟对中国的这种 制度性的竞争对手 这个定义还是早于美国的 早于美国的 包括去风险 这个说法都是早于美国跟进 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 关于台湾这个亚印太地区呢 我们已经看到 德日裔和澳大利亚的这个空军呢 都恢复这个日本和日本进行协同的演练 尤其是德法裔 对德法裔 三国都是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 这个在这样一个就是 军情上磨刀祸祸祸的情况下 经济上的往来 可以有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机会主义的成分呢 会更大 就是一般民主国家 没有人说是我要为了什么远大目标 要忍受一下暂时的痛苦 不会有中国的那种说法 为了整体利益 为了长远利益 它都是这个走一步 看一步 那么据当时的形势而定的 我觉得政治上到了这个前景的时候 这些意大利的政客们 他对于经济上的这种好处啊 我觉得不会有太长的期待 我们有一位叫做压奖的YouTube的网友 给我们留言说 中共一带一路是中共想割外国的韭菜 现在意大利先觉醒了 外国韭菜应该中共是割不到了 结果只能被割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的意义重大 非常具有象征性 象征着一带一路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有人说这个一带一路走向烂尾是必然啊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 因为它的出发点上来讲的话 就是要去这个消化过剩产能啊 促进自己的一个出口啊 它很少就考虑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利益 同时呢 它还想去控制一些国家 比如一些矿产石油等等 这些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人留学生怎么来的 这个高额的补助和学伴制度怎么来的 就是为了收买这些国家 影响这些国家建立起来的 还有呢 是去搞这种政治同盟和美国去对抗 在一场还有或许一部分的这种军事基地 所以把它给军事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会带来一个反噬 对吧 比如你很少考虑其他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很不满 它就会一旦反对派上台之后 它当然就会去推翻原来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这种协议 甚至呢彻底作废 比如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国家都这样 第二个来讲呢 你说搞债务陷阱 政治腐败 那么反过来讲呢 那这些国家的这种高额的负担 最后也会烂尾 你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肯尼亚 菲利兰卡 等等这些国家 包括中国的这个巴铁 巴基斯坦 它也因为这种高额负债呢 最后导致说它整个债务违约 或者国家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所以这个它就倒过来 会去反过来责备中共 那么 伊斯克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呢 就是中国的这种资金 它是需要非常庞大的 那么它 自己的这种外汇储备又没那么强 所以呢 它最终来讲就后续拔利 很多工程 就成了一个烂尾 对吧 还有呢 你去搞这种政治绑架 特洛伊木嘛 那些国家也会去反 另外呢 你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去搞这种军事也好 政治同盟也好 去扩大和美国西方等的对抗 当然呢 反过来讲 又会遭到呢 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个反击 为呢 它注定去烂尾 是 周旭光先生 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 就现在有些人批评说 美国的问题是没有拿出一个 比一带一路更好的替代方案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账的一个事情 一带一路的这个除了扩展部分 它的干线 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这种亚欧青基带 就是从中国这个连云港一路到欧洲 要打通欧洲的这个市场 那么不管是从海上通过印度洋 通过红海 苏伊士运河到这个欧洲 还是从陆上到欧洲 那么我们现在看呢 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 中国选边站选在俄国一方 那么它进欧洲的第一国家 乌克兰 已经是没有办法和它进行很好的经济合作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欧洲对它的政府也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沿海 印度洋这个情况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 就是美国拿不出对应的一个 理论上不存在一个对应方案 好的 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和仲旭光先生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的时事 大家谈我们将讨论 北京暴雨成灾 问题出在哪 亿万女富豪段美红消失五年后现身 是否跟其前夫沈栋的公开爆料有关 网友可以透过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 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